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四大卫视跨年高光时刻,杨子把收视拉至3.0%,张艺兴出来收视大涨 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表演得如火如荼,一时间,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不知道如何抉择,每个平台的明星表演都很棒 但是要说真的让观众特别喜爱的,总有那么些格外突出的表演 随着时间的流逝,各大平台的收视率高光时刻,也已经出炉 一,湖南卫视杨子 作为每年跨年晚会的卫视榜首,湖南卫视这次也没有让网友们失望,光是阵容不输以往,就知道这次的收视率稳了 而这次创造湖南卫视收视率最高光的,则是杨子 在杨子出场前,收视率仅不到2.5% 随后杨子一身红色遗字,尖纱裙亮相,配上红色爱心状的耳饰,甜美的笑容下婉转流长地唱出了温帝公主的侍卫,甜甜的歌声,唱出了浪漫爱情 而此时湖南卫视的收视率也随着一路上涨,最高峰值直接达到了3.0% 看着如此喜人的收视成绩,不少粉丝纷纷留言道,赶紧放出余生请多指教,这么能抗收视率,还不放剧,想啥呢? 不得不说,该为网友说的不无道理,杨子能不能扛起收视率,此次跨年数据就是最直接的证明 2.东方卫视张艺兴 张艺兴再次参加了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此次张艺兴来了自己的新歌飞天,作为首场舞台表演,也让众多粉丝备受期待 本来张艺兴出场前,收视率一度下滑,直到张艺兴出场后,东方卫视的收视率一路上升,整个曲线宛如砸出了一个大坑 不过张艺兴此次的表演,也是非常的亮眼,一出场就惊艳网友 不仅带来了好听的歌曲,还展示了帅气的舞蹈 在如今的音乐圈里,很少有年轻的艺人愿意沉下心来,用心打磨作品 而张艺兴却一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呈现更多的优秀的作品 虽然张艺兴的音乐天赋与周杰伦,毛不易等人无法比较,但是他用真诚的方式,努力做好自己 在如今乐坛里,也是难得依旧保持出心血歌的人 三,江苏卫视周深,邓丽君 江苏卫视在每年的跨年晚会上,总是会给观众呈现极致的听觉盛宴,仿佛用每一寸舞台在告诉观众 我们有钱,就是要请你们听最好的音乐 不出所料,这一次最让人惊叹的表演,依旧是周深所带来的表演 而不同于以往,周深这一次与一位老前辈,以特别的方式合唱了《小城故事多》这首歌 而这位前辈就是去世已久的邓丽君 江苏卫视用虚拟技术将邓丽君的形象呈现出来,与周深一起深情演绎 用完转动听的歌声讲述这首动人的情歌 四,浙江卫视李荣浩 作为原创歌手李荣浩,此次加盟的是浙江卫视的跨年演唱会 带来了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麻雀》,用现场乐队演奏,气氛满点 很多屏幕前的网游也忍不住的一起哼唱起来 此次浙江卫视的收视率大不如前,自从高以祥争议去世之后 浙江卫视的口碑就一路下滑,导致每年在跨年的时候 能够请到的有流量的实力畅将很少 这样的收视率,也仅能于北京卫视一较高低了 整场晚会,看点属实有点过少,依旧是跑南老几位坐镇,没什么新的看点 02湖南卫视跨年关键词总榜,王一博第一,王源第二 TFBOYS惊喜出现 热热闹闹的跨年晚会,已经落下了帷幕 但如果看了今年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观众,一定会对王一博的表演印象深刻 他的新歌手唱,他的黑金刺绣西服,他的全开脉演唱和干净利落的舞蹈,都是整台晚会的最大亮点之一 如今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大数据出炉,更是用数据证明了王一博的出彩 如图所示,在湖南卫视跨年关键词总榜上,王一博位列第一 这样的数据,也从正面证明了王一博如今的人气和流量号召力,以及这次跨年表演收获的关注度 除此之外,同样新歌手唱的王源,位列关键词总榜第二 曾经的王源,是TFBOYS的成员之一,是国民偶像 但如今的王源,是华语乐坛的一线当红创作男歌手 他的创作才华和音乐审美,更是获得了华语音乐盛典年度最佳创作人的奖项 如此表现,再加上他的高人气和流量号召力,能够位列总榜第二,也算是意料之中 总之,这次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个人嘉宾,只有王一博和王源位列前三 有趣的是,TFBOYS组合虽然并没有参与表演,但却出现在了关键词总榜上 不得不说,看来很多观众真的是很期待TFBOYS的合体啊 哪怕他们今年没有合体,但观众依然各种提起他们,甚至让他们出现在了关键词榜上 当然,这也正常,毕竟曾经的TFBOYS,确实多次出现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上 除了前三的表演嘉宾,关键词总榜上比较显眼的个人表演嘉宾,还有张新成和龚俊 张新成一人分是两脚的赤灵,也确实精彩,尤其是他的京剧扮相,更是经验十足 龚俊搭档性演唱的黄种人,热血澎湃,感染力十足 不偏不倚的说,龚俊的唱功,确实是有进步了 当然,这只是比较出众的几位表演嘉宾,整台晚会,还是有很多亮点的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